再带您看的就是 埃玛王子蕾志凯光荣返国 他也曝了光 他入住防御旅馆的状况 相当重视体能的他 一进到房间就先量体重 还俏皮最潮 现在是62.8公斤 七天之后数字会有多吓人 因为除了正餐之外 旅馆还提供了宵夜以及点心 而家人就透露了 其实他最爱吃的食物 就是妈妈煮的菜 家里已经想好了一桌好料 等他回家 阿玛王子李志凯三号上午抵达台湾 他也透露接下来的计划 七天先在防御旅馆 那接下来的后七天回家 当然是希望借由这时间 好好陪陪家人 因为过去这几个月的备战期间 其实都已经好一段时间没有回家 看得出来我们的阿玛王子 真的很想家 不过还是得先熬过 七天防御旅馆的生活 但似乎环境还挺OK 房间就是一张大大的双人床 看起来相当宽敞 不过李志凯进房间第一件事情 竟然是占上体重剂量出62.8公斤 他还开玩笑说 在这边七天请多多指教 让我们来看看 七天后数字会有多吓人吧 原来是因为回台第一顿晚餐 就非常澎湃 小小便当盒 菜 肉 蛋 应有尽有 整个装好装满还附汤 另外还有宵夜跟点心 李志凯就说第一个晚上而已 好像已经吃不完 吃不下了 怎么办 有问他要不要帮他送餐或什么 他说东西很多 我十二号 比较喜欢妈妈煮的 喜欢妈妈煮的 对 他回来有时候会说 妈我想吃你包的水饺 原来我们的安马王子 几乎不挑食 天空蹄最喜欢的食物 就是妈妈煮的任何食物 尤其是家里包的大大颗水饺 回家的话就是除了吃还是吃 休息 就是让他休息吃 姐姐就说 我们就回来 出去吃好料一下 他就说 不要妈妈随便煮一煮 有时候家里煮的时候 姐姐会不想出去 不过安马王子在防疫旅馆 虽然暂时吃不到妈妈手艺 但对富航豆浆 似乎也相当满意 他在蒙饮了半杯之后 直呼天啊 也太赞了吧 真性情的模样 也让粉丝直呼好亲民 也喊话 希望黎智凯吃饱喝足 先不要管体重啦 好好休息最重要 关系综合报道